一整串卫生纸、牙膏、洗衣巾还有白米、泡面、饼干等食物摆满整张桌子 全都是要送给弱势民众的关怀物资 疫情冲击许多民众生计都大受影响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结合征集乡协会准备一千份的爱心物资 透过最了解在地需求的里长要送给弱势民众与经济边缘户 建于我们这一次那个疫情的关系 尤其在三级的疫情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人都没饭吃 而且呢连防疫的物品都没有 那在社会局呢 他们也没有低收入户的登记等等 那所以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就是我们在赠送物资防疫用品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种人很多 我们大部分都是会独机的优先 然后那个没有低收入请不出来的那些比较坚困的人 所以这些污租来的时候我们是比较好应用 不会我就是赞助一百份这个爱心餐 享应立委讲万安发起的爱心挺你 用爱餐一咖带用餐计划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也连结三星人士与餐饮业者 帮助弱势家庭渡过难关 就是一方面就让大家有信心说 不要为那个三餐不能吃这样辛苦 那一方面也是让餐厅有一个收入 那让大家也因为这个餐厅的爱心能够多响应 那再一方面就是我们也把这种 重要的社会问题做一个解决 所以是三赢 不管是关怀物资还是待用餐 都是希望在疫情之下 人人都能够得到基本的温饱 感受社会关怀 让抗疫之路不孤单 一天一万餐 一天一万餐 陪你渡南关 陪你渡南关 记者李锡慧台北报道